大家好 这期看到我会向大家介绍一下 在PRP中如何去使用日期和时间 在web开发程序的时候 时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不仅在数据存储和显示的时候 需要日期和时间的管理 有一些功能模块的开发 时间通常也是至关重要的 比如说网页经代化 需要判断缓存时间 计算页面的访问消耗的时间 在不同的时间段 提供不同的功能模块等等 PRP提供了强大的日期和时间的处理功能 那通过时间和日期含入库 能够得到PRP程序在运行时 所在服务器中的日期和时间 并可以对他们进行检查和格式化 那在不同的格式之间呢 不同的时间格式之间呢 进行转换 可以说不光是PRP程序 很多程序离开时间都不能正常运行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下系统的时间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课的详细内容是什么 好 这里列出了几点 第一点 我要向大家介绍 嗯 系统里边经常用的一种时间格式 就是UNIX时间搓 第二点呢 我向大家介绍 在PP中获取日期和时间的一种方式 第三点 日期时间的格式化输出 怎么将是用那个时间搓 转成咱们喜欢使用的年月日的格式 第四种 将日期和时间再怎么转变成用那个时间搓 三和四呢 这俩是相互的 第五点 如何修改我们P 系统里边PRP所用到的默认式区 第六点 我们会使用微秒计算 PRP的脚本正硬时间 最后呢 我会用一个 呃 PRP制作一个日历 来把呃 这几课咱们学到所有内容 串起来 使用一下 好 我们来先看第一个 用那个时间搓 用那个时间搓呢 是保存日期和时间的一种 紧凑简洁的一种方式 是大多数 用那个是这种操作系统中 保存当前日期和时间的一种 呃 常用的 或者惯用的手法 也是呢 在大多数计算机语言中 表示日期和时间的一种标准格式 那什么格式呢 是一种 以 32 为 整数 表示的 呃 啊 格林 微 质 标准 啊 时间 是这样的 比如说随便我们使用一个整数 是这样的 假如随便写一一二三零四九九啊三二五就是一个整数 使用这种整数的形式来表时间 那这个整数是怎么来的 那就是 也就是用那个时间戳是从 这个整数 unix 这个整数 这个整数是从一九七零年一月一日 一九七零年一日 呃 零点零分零秒 到现在的什么 开始 即是从 零十 零分 零秒 到现在的秒数 是这样的一个整数 也就是每个一秒这个值就会增大一下 那一九七零年一月一日 零点 那作为所有计算机的基础 那这个日期呢也通常称为unix元年 这个日期或者叫做计算机元年 是这样的 这有unix时间戳 那他有什么好处呢 那这种数字别人是看不懂的 他不是什么像咱们说年月日十分秒这种格式 只是一个整数啊 那就是因为unix时间戳是一个三十二位的整数 所以特别适合用于计算机处理 比如说两个时间点之间相差的天数 另外呢 由于文化和地区的差别存在着不同的时间格式 以及时区的问题 所以unix时间戳呢 也一种根据时区进行标准化 设计的一种通用的格式 并且呢 这种格式呢 可以很容易的转换为任何格式 比如说 如果你用年月日十分秒那种形式 我程序里边用到说 三天前 到现在的所有用户 注册用户 你统计出来 或者是呃一个礼拜内的 呃所有的文章有多少个 或者进一个月的最热门的访问时间 这些都是跟时间有关的算法 如果不用整数的话 那么我们用年月十分秒 十分秒是很难参与云算的 所以使用的时间中的作用 在程序中的作用 就记住这一点就行 啊 方便 我们计算使用 这是它的作用 主要目的就是可以参与运算 用内时间 因为它是一个整数 所以呢 可以参与运算 这是它最主要的功能 也因为用内时间错了是一个三热外的呃整数表示 所以呢 它处理一九零二年以前 或者是二零三八年以后的事件 会遇到一些问题 因为整数毕竟是有范围的 整数毕竟是有范围的 所以呢 我们处理的事件通常在一九零二年呃到二零三八年之间 通常是有效的 因为它这是在整个范围内 然后因为是计算机原年呢 是从一九七零年以后有的秒的 所以呢 那这个 因为再不另外呢 也是因为window的下 时间错了不能为负数 如果使用pp中提供的时间错呢 还是处理 一九七零年以前的时间呢 也会发生错误 所以呢 你要使用pp代码 让它具有可疑之性 必须记住一点 时间范围的确定在一九七零年和二零三八年 那我再说了 如果二零三八年之后怎么办呢 就像以前 没考虑到千年成 跨世纪的问题 那千年成呢 咱们问题不已经也都解决了吗 那也都是时间上出的问题啊 所以呢 整数这是 这个秒数到了二零三八年超出整数的范围了 但是呢 我们可以换一种 这是三十二位整数 可以换六十四位整数啊 那么 你要换成六十四位整数 那当地球灭亡的时候 时间也不会算完呢 对吧 所以 暂时我们先用的时间范围 你就记住 以一九七零年到二零三八年 这个时间段为主的程序就可以了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 如何在P2P中 获取日期和时间 我们就需要打开P2P手冲 你看一下 这是日期和时间的函数 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 那所有处理日期和时间的都要通过这里边的函数 来帮我们完成 因为P2P提供了很多获取日期和时间的函数 那除了通过 呃 Time 咱们这个获取当前现在的时间 这个函数 获取当前时间的时间撮 这个 呃 调用 比如说像这样 GET DATE的函数 呃 确定当然时间 也可以通过 GET 比如 Time 这样的函数 这样的函数呢 获取某一天的具体时间 比如说我们还可以通过像P2P给我们评论的DATE SUNRISE 还有DATE DATE SUNSET 通过这两个函数呢 我们还可以干嘛呀 还获取你所在的地区就是某个地区日出和日落的时间都可以获取到 所以呢 在P2P里边给我们提供获取时间的函数呢 还是很丰富的 在这里边 在这里每个函数有呃各自的用法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Time函数的应用 这个很简单的 也是咱们在程序中经常使用的 比如说文件的添加时间呢 或者什么 它就是一个整数 $INT 等于 Time 获取这个当前的时间 我只要输出到饭 你看一下 就是一个是用那个时间戳 我们来访问一下这个 我们看一下 你看就是这个整数 获取当前的时间 我只要刷新一下 你看 秒数就会增加一下 我只要一秒钟刷新一下 它会增加一下 这就是从这个整数 就是1970年1月1日 0分0时0分0秒到现在的秒数 比如从计算机元年到现在的秒数 所以Time函数呢 是咱们经常用的 获取系统当前时间的 用那个时间戳的格式整数 一般的呢 我们做数据库 比如说文章的添加时间 商品的上传时间等等 我们在数据库里边存的 也都是这个整数 这样的话我们通过这个整数 可以算出任意时间段的商品呢 文章啊都可以 所以只要把这个当前时间 存到数据库就可以了 是以unix时间戳的形式 存进去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get date这个函数 也是获取时间的 有好多获取时间的 这个大家呢 不妨用把手册中的 每一个获取时间都用一下 那这里边的鱿鱼都很容易 我就不详细的 给大家处理了 比如这看下get date 我就给大家展示用几个 这个函数呢 返回一个由时间戳组成的 关联数组 参数呢 需要一个可选的时间游戳 如果没给出时间游戳呢 则认为呢 是当前本地时间 比如说在这里边 我可以传一个time 把当期时间给他 如果不传的话 也是获取当期时间 当然你传其他的时间格式 也是可以的啊 你看 那他返回的是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是什么内容 我打印一下你就知道了 到了飞 你看一下啊 输出 PRE 输出 斜杠 PRE 好 我们来看一下输出 数字的格式 这就是所有跟当前时间有关的参数 比如说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是通过当前那个 用那个时间拖 算出来的什么 秒 你看我再刷新一下 40秒 只有这秒动 因为现在刷新的频率比较高 所以呢 只有秒现在变 这是代表秒数 这个呢 时间什么 看一下 分钟的数值表示 他一般都是零到五十九 对吧 然后 这个是小时的表示方式 小时的表示方式 小时的数值表示 下边这个 你看啊 MD是月份中日的表示 然后WD呢 是一周中 一周中日的数值表示 比如今天周五 那M1呢 是月份的数值表示 这个呢 当然是年份的数值表示 对吧 然后 呃 这个呢 是Y 对呢 这是什么 一年呃 是表示 呃 一年中日的数值偏移 比如说今年365天吗 现在已经是315天了 这个是一周中日的完整文文表示 比如说今天是周五 然后 呃 这个就是月份的完整表示方式 比如说现在是11月 然后下边这个 你看一下 那就什么 用那个时间圈吗 所以这个呢 可以获取到时间的每一部分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获取时间 但是呢 我们一般的用 咱们一会儿要讲的日期和时间的格式化 比较多 所以呢 在PB中获取当期的时间方法呢 我给大家介绍两个get和date 像我这里边获得其他方法呢 呃 你再通过手册按照这方法去学习一下 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呃 日期和时间的格式化输出 因为咱们说了 有了这个时间整数 对于我们程序运算就够用了 但是呢 这种格式 比如说 Time 这种格式你要用户 如果在页面上显示 比如说文章的上传时间 或者商品的添加时间 那用户是看不懂这种格式的 所以咱们 其他的时候 咱们都用这个整数 只有 显示给用户的时候 要以一种咱们常见的时间格式输出 就可以了 也就是当日期和时间需要保存或计算机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使用用那个时间桌做一种标准格式 那这样呢 可以作为一条重要的规则 但因为那时间桌格式呢 可读性呢 当然它是比较差的 所以呢 把时间桌格式化为可读性更好的日期和时间 或格式化为其他软件需要的格式 那在PVP中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函数 通常你也不用太多 会一个就可以了 Data函数 来格式化一个本地时间和日期 那这个函数的原型是这样的 第一个参数需要一个字幕串 用来什么 将日期格式化成什么字幕串 第二个呢 需要一个time时间优错 当然这个时间优错是可选的 所以呢 如果不存第二参数 那就是当前的时间转成什么什么格式 比如说 你看啊 呃 输出电梯格式化 我通常用的格式化就这样 年 月 日 时 分 秒 这个 所有 有这几个特定字母的地方就会从 后边这个时间里边 把 年取出来 放在这 然后加一个杠 然后把月取出来 把日取出来 十分秒取出来 这就是 取出当前的时间 当然如果我不存这个参数 我就直接写 年 月 日 时 分 秒 你看 你看一下 也是获取当前的时间 如果随便传一个值 你看 年 月 日 时 分 秒 比如说从数据库里边这个文章不取当前时间 我把系统里边比如说一年前的文章传进去 那个 时间用错读出来 也转成输出 也是可以的 所以你可以任意指定一个时间 比如说刚才咱们这会随便写了一个时间 看这个时间是多少 我也是随便写的 不知道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 那把它放到这来 是一个整数 我也不用加字母串之类的东西 当然是字母串也没关系 你看一下 输出一下 看这个地方 那就是2010年11月12日 今天7点38分42秒 201年12月11月12日7点34分42秒 都是获取当前时间 这块是我随便传的一个整数 那你看到 我传的一个整数是1917年7月29号 然后是19分 呃 43 19时43分57秒 当然这个秒数 假如我可以无限的增加 假如我把这个值改成8 那你再看一下 只要不超我转入范围内 那假如前面只有再大点 假如是一个9 你看一下 那是1939年了 对吧 所以呢 虽然咱们1939年低于了1970年 但是那说了 在windows一些操作系统里边的时间呢 只是1970年之前的呃 之后的有效 所以呢 时间咱们尽量别写这么低的 这我随意写的整数 可以把它转换成任意的时间格式 那咱就看一下date函数里边的参数 你看找一下date 看这个格式化日期 我刚才写的可以转成任意格式 比如说写d这种 就是月份中第几天有前导零的两位数字 你看前导零就是在零 假如说是一位数的时候前面加个零 这叫前导零 大D呢 星期中第几天 对吧 然后接月份中的第一天没有前导零的 你就按这些字母可以组合成任意的时间格式 所有时间单位在这个时间组里边都可以算出来 因为它就是一个算法 比如说当前这个秒数 你自己也可以算得出来 怎么算呢 想象一下 当前这一秒数除以六十 那就变成什么 到现在的小时啊 不到现在的分钟啊 再除以六十 就是到什么 到现在的小时啊 再除以二十四到现在的天数啊 再除以什么 呃 三百六十五就到现在的除以十二到现在年 假如三十到现在的月数 再除以什么 除以三百六十五到现在的年数 也总之通过这个秒数 时间的任何需要的部分都可以获取到 那只要你干嘛 在这里边 找到你想格式化输出的 比如说我常用的格式就是年月日使用这几个字母 都是这里边能找到的 Y代表年M日十分秒就可以了 这就是如何将日期格式化输出 使用的是啊 对他赶索我写这个写错了啊 输出 所以这个目的格式化输出也就是将时间优搓的格式 目的就是将时间搓的格式 搓的格式 转为了啊 用户可以读的懂的我们转上我们可以读懂的时间和日期格式 我接写了 是这样的 那有的时候呢 我们不仅需要把时间搓的格式转成咱们需要的日期格式 有的时候呢 我们也需要将日期和时间转变为U那个时间搓的格式 因为在批人批中呢 啊 如果需要将日期和转变用的格式呢 我们可以调用这个函数 make time 在函数 那他说为什么要转成这格式啊 都已经有自不算格式不可动应更好吗 比如说 用户在表单中输入文章的添加时间的时候 他输入的格式 你肯定不能让他时间搓的格式输入啊 那用户输入的格式呢 就喜欢按咱们年月日十分秒这种格式输入 所以呢 咱们将用户输入的格式 如果保存的时候按时间搓保存 所以呢 咱们会将输入的格式转成时间搓的格式 那他make time这个函数 找一下 以m开头的 这个 你看这里边参数 需要传递 第一个是按顺序不要传错了 小时分 秒 然后月日年 这种格式 也就是这个函数中所有参数都可选的 如果参数为空 那么 默认的将当前的时间转换为用那个时间搓 那这个呢 当前时间转用的时间 咱们也可以看到 time 对吧 或者是get date 这两个呢 都可以获取当然时间 变成邮件错 那这样呢 咱们就和time取得函数呢 用那次的时间共同相同了 所以make time 你所有参数都不穿的话 有可能跟time时间共同相同的了 对吧 那参数呢 那参数呢 也可以从右向左省略 任何省略的参数都会被设置为本地的日期和时间的当前值 如果想转变日期 那具体的时间呢 可以不在乎 如果想转变时期 那前面三个参数 你传零就可以了 就可以转变日期了 如果不想转变时间 只想转变日期的话 前面三个参数 你可以传零 就可以了 那么make time函数呢 对于日期的运算和验证的是非常有用的 他可以自 另外他可以自动 干嘛 自动矫正 月界的输入 比如说什么叫月界的输入 假如说 小时分秒 那比如说 小时 小时呢 一般在那24小时制的 或者12小时制的 对吧 那你输入50小时 那他会自动矫正 像月份最高是12月 那你输入18月 他也会自动矫正 来我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当然了 他他是将这个转成用的时间格式 咱们不好判断 那我还是用这个函数 我只要把make time这个时间 我任意的时间转下就行了 这不存time了 我随便传一个make time 这种格式 复制几份 如果我直接就是 因为他转着时间戳 时间戳又格式化了吗 如果我直接验 转着时间戳输出 那是一个整数 你看不懂 所以咱们正好用data函数 把它转成一个格式之后 再看 你看 假如说我直接输出 make time 你看这种格式 你能看懂吗 比较前两个输出 你看前两个输出 是不是都是用的时间转 你看这个是下边输出的 是不是转向格式之后才能看懂啊 所以咱们用个 那个time 转完之后 咱们转成年月十分秒 对格式的输出 那默认他就当前时间 比如说这个 我默认只传 先是 小时 12点 30分 44秒 你看一下 12点30分44秒 只转这个了 别的没动 对吧 那如果我传更多的 比如说是 如果前边日期我想忽略 不想转 我只想转月日年 比如说 啊 是 8月 啊 12日 2002年 你看呀 这个转的 第二个 2002年8月12日 0分0秒 0分 因为我前面是不是忽略了 只要月日年的这种格式 小时 这个 呃 时间忽略 那再看这个 呃 年月日十分秒 假如说我做一下月界的处理 什么叫月界的处理 比如说 前面我就不管了 你看啊 我这写一个 比如说 12月 月日年 36日 咱肯定没有36日 比如说 2007年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日期它会变成什么 你看 变成2008年1月5号了 自动给我们矫正了 对吧 12月36号不就是下一年的5号吗 他会自动矫正 再比如说 啊 比如说我还转移日期 假如说 1月 呃 1日 2009年 这个是呃 没问题的格式 正常的格式啊 假如说我输入 这样 1月1日 你看我输入99年 两位的年 他会怎么样呢 你看一下 是不是变成1999年了 这样的 把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这是获取用那个时间撮的方式 我保存一下 make time.sp 来咱们既然说 这些都是用那个时间撮 那任何时间撮呢 最适合计算用 所以呢 咱们写一个在pp中计算两个日期之间的相隔的长度 那么最简单方法就是通过计算两个用的时间撮之差来获得 比如说啊 在pp脚本中啊 来接收来自rtm表单中用户提交的出生日期 那么计算这个根据这个根据这个出生日期来计算用户的年龄 比如说表单里边假如说我就不写表单了 我就直接在这写 在这块 你看问号 我这写了出生日期啊 出生日期我们可以用birthday br 嗯 bir 啊 day 你看 啊 brth day birthday 那用户喜欢的格式呢 那肯定是比如说2010年 啊 10月 比如说啊 假如说20000后2002年 10月 10 你看一下 我获取这个值之后 我我把它得转成什么 如果想参与计算呢 我得把它转成make time这种格式 你看怎么转啊 看一下 我得先把这个年月日十分秒 如果输入这种格式提出来 用list就可以了 等于这list的当前面介绍过 等于用explode 这种分割 这种分割 用什么分割啊 用杠将谁分割 参数传过来的get 里边的 比如啊 b i r t h d a y birthday 提出来 然后这里边提出来 分别提出来 y e 呃 y e a r 年 道乐福 啊 m o n t h 月 道乐福 啊 d y 日 你看一下 然后我们将它转成什么 转成这种格式 我们该怎么转呢 月日年 这会儿存谁啊 m o n t h 月日呢 d y 年 道乐福 y e r 你看就可以转成这种格式 稍微信一下 你看 2010年 11月 12日 哎 怎么转成了当前的格式 看一下 get里边的 啊 刷新 微车一下 没获取到吗 啊 b i r t h d y 看一下获取到的日期格是多少 2022年10月10日对啊 然后把那个月日你啊 错了 他几位啊 前面三位你得留空对不对 才可以啊 前面三位得留空 那你看这回转成的格式是2002年10月10日 那比如说 比如输入我的生日 1981-11-05 8105 那好 有了这个日期 那我怎么计算呢 怎么计算呢 比如说我这块 我就不这么转了 你看我这就直接写计算了 就很方便了 我把输入的日期格式得转成用那个时间搓 然后用time当前时间减去 减去这个时间搓 那得到的差值就是到从1981年一月呃十一月五日到现在的什么到现在的呃 然后呢我把这个秒数我给他除以什么比如说我直接从那秒数里边获取啊 过去年呢 过去年呢不太好办 假如说我除以用得到的年数用那个词时间搓 你要参与计算吗 除以 六十这是秒 再乘以六十这是什么 这是一分钟 再乘以二十四 这是什么 这是一天 再乘以三百六十五 这是一年 所以用当前这个秒数出于一年的秒数就是多少年了 所以得到的就是什么 得到的就是a记忆年龄 所以我就可以输出我的年龄输出我的啊 年龄为多少连接一下到了费机就可以了 你看这就是一种计算的方式输出一下 哦 不会吧 看哪错了 用当前的时间减去啊 make time计算完的这个时间又搓 用那个时间搓 然后用区域会计时间的成减去除以这个 没问题啊 我输出一下啊 到了费 hunix 啊 ag 啊 这写错了 un错在这了啊 等一下 你看29岁 当然了 咱们要取整就可以了 你不用说把那个小数给别人 所以呢 我获取到之后取整 我可以用数学函数里边 比如说 flor 这个取整一下就可以了 把他年龄输出之前或者是用之前 那 29 就可以了 这就是啊 通过时间搓进行计算 大了 我这只是一写一种计算的形式 那以后你在用到时间的时候经常涉及到这种时间搓之间转换啊 计算 这就是咱们用的时间的啊 最主要的一个功能 保存一下 比如这里边咱们用的是计算啊 年龄的 hh.p 我们再看一下一个问题 修改 pp的默认时区 那比如说现在我把这个当前的年月日十分秒 我给它获取出来 d t 我输出一下 d t 输出一下当前的时间 我第二参不存 年 到月日十分秒 你看现在的日期是多少 是2010年11月12日 7点56分31秒 但是我现在系统的时间是多少啊 是2010年11月12日星期五 15点56分 现在差的什么了 一个15点一个7点 现在的时间比我输出的时间的快了8个小时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程序不光是咱们中国人用 是全世界人都在用这个pp 所以pp呃出来之后呢 他不能说按你 嗯各个时区出一套 所以他就用标准的 时区 那标准时区呢 就是啊 utc的呃原先也成为格林日志 呃标准时间 也有gmt这种 就是呃都是由英国伦敦的北京时间相同的 默认时区 咱们这边呢 时区呢 中国的时区 这样在英国伦敦东边八个时区也叫东八区 所以差八个小时 那在以前里边呢 在以前呢 我们设置时区呢 都是 现在的时间 加八个小时 取出的时间加八个小时 就是现在的时区了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在prp的配置文件中 在prp的配置文件中通过 你看啊 这个属性 在prp.ini中通过这个属性 就可以设置时区 叫date.time.zone等于时区 在配置文件里通过这个数 呃通过这个选项 但是咱们尽量别改prp配置文件 那有可能你这里边配置文件改了 但是你的程序 如果将来给用户 用户的那个环境下没改 那有可能你系统的时区就会 啊 时间就会出错 时间出错呢 比如说明明是昨天 呃 今天添加的一篇文章 那里边就会显示 昨天添加的 对吧 这是因为时间有错误啊 所以呢 咱们可以用 一个函数来设置时区 可以用加八的小时按以前 那这里设置时区可以按什么 日期缺省的 时区设置 但是这个呢 得在prp 五版本以上才能使用 所以呢 在prp四版本之前呢 使用这函数呢 会出错 那这个函数里边存一个就是时区的一个什么 呃 一个标识符 好 我先把这个 在整个系统之前 我们先设置这些时区用之前 里边存一个标识符 那标识符有什么呢 你看复录 这里告诉我们了 参数标识符复录 有这么多 那咱们现在是 呃 亚洲 那亚洲呢 我们就找 呃 上海 或者是重庆 或者什么 你就可以找到了 比如说 找 呃 呃 这是亚洲的香港 对吧 找亚洲的上海 啊 亚洲的上海 看到这了吗 可以存这个值 只要我在这块 存这个时区 是一个 走串 你看就可以了 对吧 现在是 呃 15点59分55秒 那不光是存这个亚洲上海 我们还可以存什么 这里边值 其实我们可以存很多个啊 还可以存 比如说 呃 亚洲重庆啊 或者是ETC 这个标识事件 比如说GMT 减八 东八区吗 可以存这个 或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缩写 比如说PRC都可以 比如我喜欢写这三个字母 因为他省事 你看 还是下午四点了 不是早上了 对吧 八点时期都拿回来了 这就是 时区里边需要存你的值 所以可以存 刚才他说的 亚洲上海啊 PRC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啊 或者存 GTC GAT 8 东八区 对吧 等等 或者是亚洲重庆 都可以修改 PRP的 呃 默认市区 所以呢 咱们在这座项目的时候 PRP程序 最 嗯 也就是每个文件 最好的事 也是这个 当然 咱们不用每个文件了 就是公共的包含件里面设计这个 那就会将每一个 PB交本都设计成这个时区 这样用时间呢 就不会错了 另外呢 咱们做服务器的时候呢 最好要每半个小时 让服务器的时间 跟国家标准的时间服务器同步一次 才可以 所以呢 时间要保证服务器的时间完全准确 但是市区呢 咱们要准确一点就可以了 咱们看一下 使用微秒计算PRP脚本的执行时间 这么做 在PRP中呢 大多时间格式呢 咱说了都是以用那个的时间戳表示 而用那个时间戳呢 是一秒为最小的技术单位的 那这对某些应用成员来说呢 不够精确 所以呢 可以调用 咱们系统里边有一个 PARP给我们提供一个函数 叫做make tab 使用这个函数 返回当天用的时间戳和微秒数 不仅反过时间戳还能返回他现在的微秒数 这个函数 那可以为这个函数呢提供一个布尔形参数 如果在用这种时呢不提供这个参数呢 那这个函数呢就会以什么格式啊 就会以那种精度格式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 你看啊 后对 找这个 微秒数 存布尔形值 看一下 他会以这个格式返回一个字幕串 它是呢 用那次元年 现在起的秒数 而这个呢是微秒部分 那如果不存在布尔形 以秒数微秒部分 那你还得去进行运算 而如果存一个 直接存一个布尔形值 但直接存一个有参数在五之后新加的 比如新之后新加的 那就返回一个浮点数 就是秒数点后边微秒数 那就更方便一些了 就不用像这个 把两部分都取出来 然后再加在一起运算返回的浮点数 如果直接存布尔形值 我们一次性就可以搞定这个微秒形值了 所以呢 比如说现在我计算一下 嗯 脚本的执行时间 比如说我可以写一个类 class time 嗯 写一个这个类 你看这里边 假如说我可以有一个 就四个人吧 starttime 有开始时间 比如说有一个end或者叫stop 停止的时间 然后 比如说做个过渡方法 我用一个类去处理 一个脚本的执行时间 看一下这个 让这里边处理化 然后这里边处理化 比如说让这个开始时间 starttime等于零 让这个 啊 stoptime 结束时间也等于零 处理化 默认这两只为零 然后只要我一定要用这个啊 start方法 我就把 只要一定要的方法就把开始时间算出来 这次里边的starttime等于你看我用这函数MICRO time里边必须存一个处值不存处我还得计算 这样的话就返回这个开始时间的呃 浮点数 然后如果我一定要这个呃 stop 这个方法 我就可以把什么再获取一下 这上面方法写的是一样的 stoptime 停止时间 等于什么 MICRO time 里边也存一个 tlue 真值 再来的 然后呢 我可以就获取到这个时间差 spent 你看啊 当然这个类你怎么设计都行了啊 这时间差 你看我就可以样什么 样 这次里边的start 开始时间 不对 应该像 停止的时间 减去 这次里边的starttime 你看啊 减去这个什么 啊 节奏时间 然后呢 我们得四手五入一下 因为它是一个小数 我使用数学函数 啊 扩起来一下吧 这倒是出问题 原先进问题 然后 四手五入四位 你看啊 这样的话就会得到小一点后边四位 然后之后直接retend返回 那咱们怎么做实验呢 比如说 在这话 第二本 执行time 等于我拥有一个 但不用存任何值 然后就开始 然后就开始 取出 开始时间 time 里边start 开始时间 然后中间执行任何的代码 比如说我循环 循环 啊 doll five等于零 doll five小于 doll five加加 但是空循环 什么也不做 那就是一个循环一万次 然后我用 呃 time 里边的stop 停止 这个函数 所以呢 一开始掉 开始时间 就会把时间复制 然后掉停止时间 就怎么 停止时间 获取到了 然后停止之后 我就可以直接计算谁了 直接输出 啊 脚本支援时间 那就是直接啊 啊 比如说是 time s p ent 你看 咱们能够数据数据到 大概只用多少时间 哦 有一个错误 在82行 啊 这会儿 少个啊 啊 啊 每次刷新的 有可能环境不一样 时间不一样 这是这么多毫秒 对吧 你怎么变都可以了 你看这开始时间 我在这里可以加一下 一定要开始时间输出的 这个值 这是 RT RT time 换一下 然后结束的时候输出当年时间 那个值 这是 stop time 然后最后是那个时间的值 你看啊 前面是秒数 后边是好秒数 但这个超出的那个呃 输出的那个范围啊 啊 这就是啊 计算的一个结果 计算微秒数 比如说 你看一下 咱们后期呢 我们现在的那个CMS项目 就是细说P2P最后一张的项目 你看一下 我就用到了刚才咱们写的那个类去计算时间 你看这块 0.718秒 基本设置为一点击0.072秒 那我都说了 他也好像比一秒要慢 那为什么这块执行的时间是这么0.0几秒不到一秒六呢 他有个输出时间 我这指着后台服务器程序执行结束的时间 当天交本执行时间用的值多少秒 每一部分都有 比如用户管理 编辑用户 看一下 比如搜索一个A 包含A的用户 对吧 都有搜索四个符合的条件 都有时间 这个0.1022秒 好 那这节课呢 咱们就就要在这里 下节课呢 我给大家用一个日历 写一个日历 也是咱们P2P中经常用到的一种时间的一种输出格式 然后呢 把今天把这节课学的内容咱们会窜一下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呢 我们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